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谢凤诗关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谢凤诗关 但一点都不以此事为界 先跟标书逐字逐句解释原文 谢安南免利部尚书环东 谢凤谢安南本来是吏部尚书 大官,部级干部 但是被撤职了 之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会计 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席 谢安去担任桓温的司马职务 他反而从东山这个地方 东山再起,再次当官了 出西就是啊,从东山出发 往西边啊,进发 就是去首都赋任 相遇破冈 破冈 破冈啊,不是破山冈的意思 是江苏巨戎附近的一个地名 叫破冈独 这两人啊,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刚好在一个破冈独相遇了 既当远别 遂停三日共语 这两人啊,关系非常好 既然在一起相遇了 但是两人叫各奔东西 既当远别 所以两人啊,就在这破山冈这儿啊 附近住了三天 一起啊,聊天 共语 太傅欲为其失关 谢安啊,就想安慰他 哎呀,您啊,这个丢了关 应该啊,想得开一点 安南,折引以他端 每一次谢太傅啊 提起这个话题 这个谢安南呢 总是把这个话题岔开来 引以他端 引到别的地方去 不跟他聊 这个丢关这个事 遂信速中途 于是啊 这个信速就是住了两天两夜 在这个路中间啊 这个途中 住了两天两夜 竟被言及此事 竟然啊 一点都没有提起 这个丢关这个事 太傅深恨在心未尽 这个谢安啊 有这个话堵在这儿 一直啊 都没有说出来 憋得难受 深恨就是深表遗憾 为同周约 就是对啊 坐一条船的这些同伴们说啊 谢凤 故事其事 故啊是确实 谢凤这个人啊 确确实实 是一个奇人呀 这个人啊 风骨非常高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谢凤谢安南 被从立部尚书这个位置 被撤职了以后 只好啊 回到了他东边的会计老家 向东走 这个谢安呢 本来是隐居在会计的东山 但是他被还翁啊 提拔为司马 他去啊 升职去当官去了 向西边走 去首都建康 这两人 一个往东 一个往西 刚好在半路上 在破纲这个地方 相遇了 可是两人啊 很快就要分别 所以两人在这儿啊 停留了三天 一起聊天 谢太傅 就想啊 安慰谢凤 哎呀 您啊 这个丢关了 请你啊 一定要想得开一点 但是每一次谢安南 总是把这个话题 引开 不提起这个事 于是两人啊 在这个半路当中啊 住了两天两夜 这两天两夜当中 谢凤 都从来没有提及 自己丢关这个事 谢安啊 在心里啊 有话没有说出来 深表遗憾 之后 对同州的 这些同伴们说啊 谢凤 这个人啊 确实是一个奇才呀 最后 再更标述完整的 朗诵一遍原文 谢安南 免力不上书 还东 谢太傅 赴还公司马 出息 相遇破纲 既当远别 遂庭三日共语 太傅 遇 为其失关 安南 折 引以他端 遂 信诉中途 竟 不言及此事 太傅 深恨 在心未尽 为 同州约 谢凤 故事 骑士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按照歌曲 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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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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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